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科举与士林风气 假如你生活在古时候的科举时代 并且拥有读书的机会 那么,你会如何来规划你的人生呢? 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做出了属于他们的选择 而最终,这些选择将他们的人生带往了不同的远方 今天,咱们就借这一本书 来聊聊这些古代读书人的百态人生 我所要跟你分享的书 叫做《科举与士林风气》 他的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延平教授 从书名你也可以听得出来 咱们今天的话题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科举 第二个就是读书人 我们知道,科举的创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 他的出现 为古代的普通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人生选项 他许诺,一旦你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把我这个游戏给打通关了 招围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就不是梦 宋朝皇帝更是高调宣称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你瞧瞧多直白 就怕你不知道读书的好处 自打有了科举之后 无数读书人的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 很多人因为他而出人头地 也有很多人因为他而蹉跎终生 在当时不少人的眼中 参加科举几乎就是读书人的默认选项 甭管最后成没成 你都给我考了再说 但是,在这看似毋庸置疑的默认选项面前 还是有少数头脑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参加科举 就一定是他们人生的最优解吗 金榜提名真的就意味着 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吗 还有,那些落榜了的读书人 他们最后又都过得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 似乎很难用一句是与否 好与坏来归纳 古人身在其中 也往往会受到很多的账弊 从而看不清楚全貌 但是好在,咱们是后人 咱们拥有一个宝贵的上帝视角 在这本书里 我们看得见读书人们的成败得失 也看得见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看得见他们最初的样子 也看得见他们最后的结局 所以,听完这期书 相信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接下来的内容 我将带你穿越到历史的上空 去俯瞰那个年代的士林群像 我们一起来看看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们 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 而他们又是如何在命运的牵引下 一步步走向那个莫测的结局的 好,我们就开始了 一,属于读书人的机会 来了时间来到公元 622年 也就是唐高祖武德武年 就在前一年 秦王李世民先后攻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冲 占领了东都洛阳 唐朝一统天下的大势已然明朗 这年的3月,唐高祖李渊下诏举行科举考试 10月份,全国各州应举的诗人汇集长安 12月,在力部考公园外郎申士宁的主持下 考试顺利举行 这次考试总共录取了秀才 一,人,进士,四,人,没了 你没听错 就是这么点人 但是别看人少 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此次考试 是唐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场科举考试 在本次录取的五位考生当中 有一位叫李一眼的贫困生 这里咱先开一下上帝视角 这位李兄到后来是做到了宰相的 也就是说 这次考试彻底翻转了李一眼的人生 此刻 他正站在人生的新起点上 前途是一片光明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 是他这次赶考的经历 书中说了 当时李一眼和兄弟李一琛 李尚德一同赶考 哎,人名开始多起来了 这儿咱们先插一句 这期听书提到的人名会比较多 但是没有关系 这些名字你都不用记住 就把他们当成是张三李四王五就可以了 咱们重点要了解的 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些事情 好,话说回来 当时李一眼他们哥仨前往长安考试 路过同关的时候 刚好就碰上了几天几夜的大雪 那可怎么办呢 只能找旅馆去逼一逼 结果 人家旅馆老板还不愿意收 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家旅馆的老板 就是嫌弃他们几个太穷了 看不起他们 最后 狼狈不堪的李家三兄弟 还是靠着一位好心的咸阳商人收留 才熬过了那几天 你看 这是才不久之前发生的事 当时他们还落魄成那样 但是现在呢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李一眼 考上了近视之外 其他那两位李家兄弟也都中了近视 换句话说 他们的人生都在这一刻完成了逆袭 前一秒你还对我爱搭不理 后一秒我就让你高攀不起 这拿的简直就是爽文的剧本 咱也不知道当时那位拒绝了他们的旅馆老板 后来后悔了没有 类似的剧情 在此后大约一千三百年里还将继续上演 随唐以来 柯举志开始在东方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并且茁壮成长 他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规则 他撼动了世家大族的地位 并且让全天下的读书人都看到了李渝月龙门的机会 与此同时 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在随之发生着改变 唐朝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朝 一生享尽富贵 是一名标准的成功人士 但是成功人士也有成功人士的烦恼 这位老薛这辈子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考过近视 他自己还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人生三大汉事之一 可见 对老薛来说 考近视这事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谋求富贵的渠道了 这都上升到人生意义的层面了 除此之外 柯举志也带动了当时全国各地的读书风气 这其实很好理解 就好比说 大家从小都在一个村子里边一块长大 彼此之间的糗事那都是见过的 也不见得谁就比谁更高贵 但是突然有一天 老李家里那个爱读书的小孩闲鱼翻身了 人家通过了科举考试 变成大人物了 这种现实的冲击 给人带来的劝学效果 肯定是相当直接和有效的 书中就提到了这么一个例子 话说还是在唐朝 一位叫李田的少年考中了近视 于是有人写诗祝贺 说若到金谈判 如风便李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了你李田这样的榜样 你们那边必然会兴起一股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气 其中难免有吹捧的成分 但这种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 科举志的到来 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那就是传统世家大祖子弟的身份 越来越不好使了 你们家族 要是想维持你们的社会地位 就同样需要走科举这一条路 换句话说 你得下场跟寒门读书人竞争 赢了 你家的地位就能延续下去 输了 你家就会迅速衰败 当然 世家大祖的护城河 也不是一夜丧失的 一开始 科举只是选拔官员的一种辅助方式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逐渐就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到了后来 整个朝廷的官员几乎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 正所谓满朝朱子贵 竟是读书人 所以 才有了那句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少小虚勤学 文章可立身 科举的时代到了 属于读书人的机会 来了 二 黎明的前夜 无尽的拼杀 好 聊完了时代背景 咱们现在准备深入到古代读书人的人生里头去看看了 前面我们说过 借由科举实现人生逆袭 在古代 是摆在读书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诱惑 随唐的时候 科举还处于草创阶段 他的名目还很杂 也存在着很多舞弊的空间 但到了明清时期 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 他有一套非常清晰的规则 就像那种打怪升级的游戏 从秀菜 到举人 再到近视 每过一关 就会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待遇 而考上近视了 就意味着把这个游戏给打通关了 当然了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读书人都有通关的野心 比如说 在明清时期 有些人就只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比如说考他一个秀菜 我们知道 光是秀菜是没有办法当官的 但他们觉得足够了 有这么一个身份 然后获得一些小小的优待 这辈子也就挺好的 不过 还是那句话 把这个游戏打通关的诱惑可太大了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 不管是单纯的想出人头地 还是有更高的追求 比如说 治国平天下之类的 想要追求儒家的理想 那么通关这个游戏 都能把他们的目标方向大大的推进一把 也正是因如此 历史上 无数的读书人前扑后继 立志要在这科考的千军万马中 杀出一条血路来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早送举人入室》 诗里头就非常生动地描绘了 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们的心情 紧张还有兴奋 不过 白居易此个时候对科举的感情是复杂的 他说 隐隐和所求 无非利于名 这是在说 这些人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无非就是为了名根利 春生观又满 日有归山情 这是在说 这有什么好的 我老想离开了 但是作者说 这话的白居易 处境跟心境已经跟那些年轻人很不一样了 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话说回来 老白啊老白 你还记得你当初来参加考试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吗 要不要我们帮你回忆一下呢 哎 我们就来帮白居易回忆一下 咱们继续开一下上帝视角 其实白居易当时跟这些橘子并无二致 他坠坠不安 缺乏自信 彷徨无助 他还写信给了一位姓陈的官员 希望人家能来肯定肯定他 给他提高提高信心 与此同时 他还希望人家的表扬 能够提高他的声望 增加他考中的概率 可见 此时白居易所感叹的读书人为名利所困的情态 其实正是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 而且 很多时候 读书人参加科举也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是肩负着改变家族命运的责任而来的 他们希望借由自己的努力 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要再被别人欺负 唐朝时 成都有位读书人叫成慧 家里是卖酒的 在当时 这种做买卖的家庭 社会地位都是不高的 他自己还曾经被当地的官吏给殴打折辱过 所以 他的母亲鼓励他好好读书 要他在外头别回来了 老娘就在家里等着你成名的消息 后来 成慧果然成功登地了 消息传到成都 成慧家的社会地位立刻就遵险了起来 此外一些成家了的读书人身上还背负着妻子的殷切期盼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个让妻子感到骄傲的人 有些颇为自负的才子还会在考试之前跟妻子着拍胸脯保证自己一定会成功 比如说 有一位叫彭炕的读书人 他就写诗告诉自己的妻子 说不虚化作山头诗 带我东堂折柜枝 这是在说 老婆 你等着 我肯定能行 当然 这位彭炕实力够硬 运气也够好 人家最后确实考上了 不过 能有这种底气和自信的人终归还是不多的 毕竟 那么低的录取率就摆在那 很多考生的心态 其实更像是白居易所描述的那样 紧张 兴奋 龙门变化人皆旺 他们都知道 自己即将要踏上的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情 书中引用了荆州读书人流退的字数 咱们时隔千年来读这些话 都能感受到人家当时的不容易 他怎么说的呢 家在九区之南 去长安近四千里 用半岁为往来成 又留二月为其甲衣食与道路 这是说 我老家离考试地点长安有四千里之远 我来回一趟 路上就需要花掉半年时间 此外 我还得留两个月的时间来筹措资费 西夏无意义之助 四海无强大之亲 是一岁之中 独留一月在长安 往后听尊 媒妇生身 这是在说 我没有亲人能帮尘 到了长安之后 我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我要去拜见 显达极难 要得到人家的赏识 就更难了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唐朝的科举 除了考试以外 考前的这些拜访 也是很重要的 从流退的例子 可以看出 普通读书人 参加一次考试的成本 是极高的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叫风雨生白发 田园变荒芜 更重要的是 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能不能考上 这都是不好说的 所以 对很多读书人来说 这种进京赶考的经历 都是人生当中 刻骨铭心的回忆 诗人翁成赞 就曾写诗回忆过 当初复举路上 终日奔波的情景 雨中装点望中皇 勾引禅声送夕阳 义的当年随季里 马蹄终日畏惧芒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对诗人来说 当年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那黄色的槐花 生生的缠绵 以及风雨中 马蹄的嘚嘚声 都还清晰地浮现在 他的脑海里 回响在他的耳边 三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好 聊完了 读书人们赶考试后的情景 接下来 咱们跳过 他们考场的纵情辉豪 和考后的煎熬等待 我们直接来看一看 放榜之后 读书人们的处境 都发生了哪些改变 既然是考试 其结果自然是 有人金榜提名 有人名落孙山 在这一刻 读书人们的命运 发生了分流 考上了的人 春风得意 正所谓 今日街头看玉榜 大能荣耀苦心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无尽地拼杀之后 我终于等来了 这属于我的黎明 在这批考上的人当中 最得意的 还得是那些初次参加科举考试 就吉地的年轻人 咱们这里又得提到白居易 他老人家了 白居易 二十七 岁初举吉地后 就写下了这样一句诗 慈恩塔下题名处 十七人中最少年 哎 你听听 这多得意 但人家也确实有着得意的资本 头一次考 就考上了 而且 人家还是同期上榜当中年级最小的 当然 榜上有名这件事情 还不是最让考生们感到得意的事情 最让他们感到得意的 是随之而来的身边人的夸赞与艳贤 白居易自己就说 着地位为贵 贺亲方始荣 吉地以后的读书人 他们很快就会被世人的殷勤所包围 所谓到家拜卿时 入门有光荣 乡人进来喝 至酒相邀饮 听听这场面 都不用 我再翻译一遍了 说得已经很直白了 正如书中所说 世人的殷勤 把周边的气氛都变得滚烫了 所以 有些吉地之后的读书人难免得意过头 甚至会表现得有些失态 那你说这是年轻人 年少气盛导致的吗 也不一定 不信你来看一看 那些中年甚至老年 吉地的读书人的表现 我们都听过孟娇那句春风得意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你感受感受 这种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得意劲 或者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 叫癫狂琴泰 你能想象得出 写这句诗的孟娇 当时已经年过五十了吗 咱们再来看另一位大龄考生 也就是考生的时候 都已经白发纷纷了的刘苍 刘苍是这么写的 吉地新春选圣友 信源初燕取江头 紫豪粉碧提仙计 柳瑟萧生 浮玉楼 寂景录光明远岸 晚空山翠坠方舟 龟石不醒花间醉 启莫香车似水流 这首诗讲的是刘苍及地之后驱江艳游的盛况 咱们也不用去深入剖析了 就光凭听这一遍的感受 什么龟石不醒花间醉 也能体会到人家那会儿要多快活 有多快活了 毕竟考上的人从此就可以平步青云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条通往仕途的康庄大道 所以人家高兴点 兴奋点 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啊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边都在狂欢庆祝了 另一边呢 还有一群极度落寞的人 这群人只会觉得那群人吵闹 元和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八一八年 有一位叫李阔的读书人落榜了 他写了一首诗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 诗中有这么一句 读着让人感觉蛮心疼的 他说榜前前之类 众理独闲深 这是在说 他挤在人群当中 试图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再确认了自己确实没有考上以后 他差点就当场哭出来了 咱们也不能说是人家心理素质差 毕竟前面也说了 一个普通读书人来参加一次科举 是多么的不容易 辛辛苦苦了这么久 结果白忙活了一场 尤其是如果这时候 还想起了家人的期盼 社会的压力之类的 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情绪 而且 我觉得这个场景 最让人心疼的点 在于这位李阔可能觉得 在这大庭广众的 直接掉眼泪 是不是不太体面 所以哥们就强忍着泪水 害怕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 而在这一刻 他突然对自己 生出了一种厌恶感 所谓众理毒闲身 所以说 落榜的考生们 要面对的现实 其实还是蛮残酷的 首先 落榜考生 需要面对那些考上的人 在那几天进行的大肆庆祝 全世界好像把鲜花和掌声 全给了那些幸运儿了 而他们只会感觉到 自己被抛弃了 所谓热闹是他们的 而我什么也没有 其次 他们可能还会面对 自己蓬背当中 有人考上了的现实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出于真心 还是出于礼貌 都得给朋友写贺诗 写着写着 想想 可能又会想起自己的失落 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些贺诗 名义上是在祝贺 但内容上还是掩盖不住自己的伤感 比如 得水蛟龙 湿水鱼 此心相对两合如 这是在说 你已经是蛟龙了 但是我还是条鱼 当然 也有些人的心态是比较好的 毕竟没考上的 还是占大多数嘛 这么一想 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很多年轻人 也相对没有那么难过 尤其是第一次来参加考试的人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就是抱着一种 刷经验的心态来的 这个时候 如果他们看到 他们的朋友考上了 可能反而会因此而看到希望 所谓不由同仁达 兼以此道琼 要不是兄弟你考上了 我可能都不太确信 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既然你能行 那哥们 我将来肯定也能行 不过 年轻人心态好 主要是他们有的是机会 对于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落榜生来讲 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 在书里头 我读到了好几首十分凄凉的诗 我随便摘几句 咱们来感受一下 比如 病毛如血心如死 游坐长安下敌人 再比如 攻到此时如不得 招林痛哭一生休 后面这句 是一位考了很多次 都没考上的人写的 写这句诗的时候 他即将参加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科举考试 结果 还是没考上 接着一语成谶 不久以后 他就死了 很可能就是伤心失忆而死的 书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读书人 一生为了追求富贵 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结果屡屡落榜 最后在贫病当中刻死他乡 这件事情是被一位叫廖友芳的人记录下来的 廖友芳说 他在宝级西界遇到了这个人 当时 这个人已经病得很重了 他向廖友芳叩头 请求廖友芳在他死后帮忙掩埋他的遗体 廖友芳答应了 在帮这名陌生人办完丧事之后 廖友芳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结军末世为空囊 几度劳心汗末场 半面卫军身一痛 不知何处是家乡 奋斗一声 最终换得一个客死异乡 如果他知道自己人生的终局如此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选择踏上这样一条道路呢 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内心突然有了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科举考试像极了一股汹涌而来的浪潮 他会把大量的读书人卷入其中 当潮水退去的时候 有少部分的人会化身为龙 他们腾飞到了空中 在阳光的照耀下炫耀着他们那金光闪闪的鳞片 而更多的人 则变成了被留在沙滩上的鱼 他们不甘心就此退回深海 他们不是不能走 而是不想走 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等着 忍受着那烈日的蒸烤 期待着下一次潮水的涌来 四 狂欢之后 不过 这个比喻准确吗 也许在科考放榜之时 它暂时是准确的 但如果把目光放长远 放到人的一生呢 考上了 人生就走向了巅峰吗 或者反过来说 没考上 或者干脆就没考 人生就会沉入谷底吗 接下来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开启上帝视角 看看在科举考试之后 这些古代读书人的人生 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眼镜状态 我们都知道 古代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的人 往往都是人中龙凤 他们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人志士 这些人读圣贤书 就是为了干大事的 还有一部分 则是为了谋求富贵 当然 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 更多的人很有可能是同事怀揣着两种愿望 毋庸置疑 科举确实能够助力他们实现这些愿望 从唐高宗 武则天时期开始 通过科举入室的读书人 就已经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了 到了唐玄宗时期 那些通过科举入室的人 尤其是进士出身的 他们的前途 就已经明显地好过那些 通过其他途径入室的人了 而到了宋代以后 能够做到宰相的 基本上都得有个进士出身 所以说 由科举而通往显达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要说举例子的话 你可能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大堆名字 这里咱们就不赘述了 但是 你要说 成功通过科举考试之后 人生就一定能够顺风顺水吗 那也不是绝对的 要是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灯幽州台阁了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替下 唐代诗人陈子昂写这首 《登幽州台歌》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悲开的 他没有遇到他的伯乐 就算你有远大的志向 没有遇到欣赏你的伯乐 考上进士也是白大 陈子昂同学 就是一个通过了科举考试 但仍然没过好这一生的人 他这辈子做官 只做到了又时宜 结果辞官返乡以后 还被县官迫害 在古代 科举考试 终究也只是一场考试 从科场到朝堂 这条道路走到后面 还会出现无数的分岔口 同样不幸的 还有李商隐 大士人李商隐 年纪轻轻就登了进士帝 但就是命不好 仕途不顺 一辈子也就只做过像教书郎 先为这样的小官 并且长期在各地漂泊 沉沦幕府 最后在穷酬当中死去 年仅 四十六 岁 像这样通过了科举考试 但人生依然不得知 或者不幸福的例子 同样数不胜数 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想一下 白居易的例子 他初次复举时的惶恐 年少及地时的得意 以及晚年对仕途的厌倦 咱们好像也就能多了几分理解 这其实是一个 我们人人都知道的道理 古人又何尝不懂呢 只是当他们还没有考上的时候 很多人会把通过科举考试 当作是一件比天还要大的事情 并且不惜把自己的一生 都投入到这场游戏当中 但是 通过了科举考试之后 人生还会面临诸多的挑战 那么 为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投入了一辈子 就算最终考上了 真的有那么值得吗 其实 有的人刚考上了近试 就开始反思这个问题 书中说 有些考了很多年 才考上近试的读书人 在考上的那一刻 回思二十年 屡世不地之苦 不觉悲伤心来 有人会在 极地欢游的时候 悲伤自己搭进去了 很多宝贵的时光 往事不堪回首 来日又已无多 还有一个叫费冠青的人 为了好好备考 多年不回家 就待在京城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那些家园的读书人 老师一来一回 那就太折腾了 所以就不如暂居京城 好好学习 缘合二年 费冠青 终于近视极地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母亲去世了 他伤心地说 千路养亲儿 得路而亲丧 何以路为 我挣钱就是为了 养我的老母亲的 今天钱到手了 母亲却去世了 你说我还要这钱干什么呢 于是他就跑去隐居了 可见 参加科举考试 未见得是一件 值得投入所有资源的事情 那么 咱们反过来讲 那些没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 他们的人生 就真的都完蛋了吗 显然不是 书中也讲述了 很多不同的案例 比如说 北宋的成一 成一一生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他主要的事业在教育上 他对读书人受困于名利场这件事情 进行了反思 希望通过教育 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 来扭转这种风气 最终 他成了从四孔庙的儒学宗师 再比如李时珍 他 十三 岁就考上了秀才 但是很快就放弃了举业 专心从一 写出了《本草纲目》这样的大作 还有清朝的吴敬子 在厌弃了科举之后 吴敬子用十年的时间 写出了《如临外事》这本书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专门描写 科举与士林风气的长篇小说 换句话说 吴敬子他换赛道了 靠着他多年参加科举的经验 积累了大量吐槽科举的心得 从而在小说这条赛道上 做出了自己的成就 《如临外事》第一回开篇就写道 人生富贵公民 是身外之物 但是人一见了公民 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极致到手之后 胃同脚落 自古即惊 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你听听这吐槽 是不是就很直戳要害 当然 前面说的这些 都还是在各个领域 做出了自己成绩的人 这些人终归还是少数 那我们要问 那些没有做出成就的人呢 他们落榜之后 又能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呢 书中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沈千韵 沈千韵就是考了好几次 都没考上 但人家也就此看开了 他说 人生老大须自艺 公民就是个困人精神的陷阱 他决定放下了 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他还说 横门之下 可以齐齿 有博田园 儿嫁女之 炎养筋骨 自足此生 也就是说 他选择了满足于他现有的生活 再比如说徐宁 徐宁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本来就对公民不太感兴趣 但是亲友老实劝他 要不去考考啊 就跟催婚似的 结果他禁不住劝 就跑去长安晃悠了一阵子 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来 于是他更深刻的感受到 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世俗这些东西 他这辈子注定跟富贵是无缘了 但是人家接受的很坦然 就此跑去隐居了 也不以贫病为苦 书中说 他最后是悠悠自终了 可见 除了科举之外 古代的那些读书人们 其实还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的 就像书里所说的 世幻的官场固然热闹 幽七的山林也并不真正寂寞 说到这儿 这本科举与世林风气的重点内容 就为你分享完了 此前 咱们战内解读过两本跟科举有关的书 都把解读的重心放在科举制度本身上 其中 科举使得解读侧重于介绍科举的演变历程和通关程序 有点像是一份游戏介绍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解读则侧重于介绍唐代科举的备考过程 类似于一份通关指南 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去进一步了解 今天咱们这期听书 开的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视角 我把解读的重心 放在那些读书人的人生上面 咱们也可以说 今天的内容 是一份玩家故事集 在这期听书中 我们看到了这些玩家在赶考时 所背负的期待与压力 看到了放榜时 他们的喜悦与悲伤 也看到了他们在科举之外 更为广阔和多样的人生 回顾前人演绎过的这些人生剧本 不知道你是否会和我一样 对某些常见的道理 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呢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 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